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AMID 今天咱们的标题呢 大家请看 初识AMID 上一期呢 我给您讲解了一下什么是AMID 今天咱们就简单的使用一下 该怎么使用 看一下咱们的知识点 大家请看 这些个知识点呢 都是什么 都是标准的HTML的tag 标记 今天咱们就用它来生成一下这些个标记 看看该怎么做 好 马上就这个实战演习的部分 咱们通过我的这个实战演习 咱们去动态 用这个AMID的插件给他们生成这些个标记 该怎么做 试一下 首先我在这个地方呢 建立了一个标准的HTML 或者说这个HTML5的文档 咱们在这来生成咱们自己的tag 该怎么做 比如说 我给您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现在要生成我自己的tag 怎么敲 比如说我要敲一个网页标题 HE 一般咱们怎么做 敲一个监控号 对不对 然后敲 HE 反监控号 然后利用这个VSI 或者利用咱们其他编辑功能 给咱们生成这个结束这个符号的标记 对不对 省咱们敲这个反线线 HE了 对不对 然后咱们在这个HE里面再敲各种各样内容 这是咱们非常普通的编辑网页的方法 对不对 一般咱们都是这么编 OK 那么用AMIT该怎么做呢 看一下啊 我上期跟您说过 VSI 它内置AMIT 咱们不用做任何的第三方插件安装 就能够使用 该怎么做 试一下 好 我现在把我这个课件内容 直接拷贝到这个HTML里面来 咱们试一下 比如说 刚才跟您说的 比如说我生这个DIV 一般怎么做 监括号DIV 哎 我去 稍等 不好意思啊 DIV 反键号 然后在那里有敲内容 这是标准DIV内容 对不对 OK 这个呢 是利用的是这个VSCode的功能 如果用AMIT该怎么做 其实首先说这个VSCode功能就不错 对吧 它自动给咱们生成这个结束的这个DIV 一般咱们用其他的工具还没有的嘛 对不对 好 用AMIT该怎么做 其实更加简单 DIV的话 咱们就直接敲DIV 咱们省什么 省了一个监括号 其实咱们不管省这个 只不过是咱们能让它这个工具 能让咱们省一步 就让咱们省一步啊 好 我去DIV的时候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是AMIT的这个平价式 咱们在这个地方 一般的工具按Table键 TAB能够出来 然后这个VSCode呢 不光说按这个Table键 还能够按回车键 也能够出来 两个都可以啊 这样的话 咱们再调整个内容 其实您觉得 别看说只是少了一个监括号 其实真的效率提高很多啊 一回车那就出来了吧 比如说咱们不管是DIV P行不行 一样都能出来嘛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别看咱省一个监括号 其实是省咱这个 去想要输入监括号的这个过程 让咱们更加把时间集中在开发咱们网页的内容上 您不是这么认为吗 比如说我要开发一个DIV 直接DIV回车 马上就直接写内容了 对不对 非常的方便啊 OK 接下来 A标记 超文本连接 这也是咱几乎所有的网页都要用到的Tag嘛 怎么用 大家请看 一般来说 咱们怎么敲监括号A 反监括号 然后输入内容 同时在A地方 因为要连接嘛 要输入这个HREF 然后利用这个VSCode 然后咱们再敲上这个 连接到哪个网站上去 或者说连接到哪个网页上去 对不对 这是咱们一般的使用方法 那么用Amit开 怎么用 跟刚才一样 第二个一样 咱们直接敲A 就出来了 对不对 让咱们选择第一个 然后一回车 注意看 或者说一Tag 都行啊 够 大家请看 它自动给咱们生成了这个HREF 省了咱们可能说是在工作中 省了咱们大概两秒钟的时间 很珍贵啊 两秒钟时间很珍贵啊 咱们一Tag剩两秒 如果咱们这个网页 如果是100个Tag 那省了200秒 对不对 非常方便啊 咱们在这敲 没问题 比如说 我这A里面还有这个Target 那这个您就自己敲吧 用您这个各种编辑的功能 或者说用这个VSCode的功能也能够敲 没问题 非常的方便啊 我是非常喜欢 不知道您呢 好 然后注意 还注意另外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看啊 我敲A 一回车 出现了一个link的问题 比如说咱这敲 HTTP 然后是斜线 比如说 comma video.com 没完 这个仅仅是link 对吧 我还要说我link到哪个文本呢 这个地方怎么做 大家注意看 我要按Table键 看啊 看我这个光标的移动 go 哎呦 我去 稍等 我这不这 出来啊 演砸了啊 从来一下啊 咱怎么第一次演砸了呢 再来一遍啊 A 回车 HTTP 比如说我链接到 comma video.com com真烦是的 然后注意看 在这个地方 我按一下Table键 大家看我光标跑到哪去啊 go 跑到这来了 对吧 然后咱们再敲A里面的部分 比如说 小马视频 没问题吧 也就是说 它给咱们生成了 所有要输入位置的 默认的位置 默认的锁引 可以这么理解吧 咱们敲这个HREF 同时按下Table键 再敲咱们的这个link内容 哎 这样您不觉得 非常快速的能够开发一个Tag吗 非常的方便啊 极力的推荐 没有之一 好 咱试啊 敲A 一回车 然后这敲link内容 Table 这敲link的文本 没问题吧 OK 同理 P P是一个自然段吗 这个非常简单 我就不给你多说了 咱敲一个P出来 没问题吧 然后这敲自然段内容 OK span span也是咱们常用的吗 没问题 跟刚才一样 敲span内容 然后这个地方咱们要注意一下 这是什么 这个是这个欠套 比如说咱们现在已经有一个P了 我在这P里面 再敲span也是可以的 因为咱们大部分都这个文本欠套 对吧 大家请看 或者说这个Tag欠套 大家请看 我敲完span的时候 这出来了Amy的评价式 咱们再回车 这就是这个Tag欠套 也没有问题 当然说了 这个Tag欠套 其实有更简单的方法 我这简单的说一句 这个是放到我今后课程中去讲 比如说我敲个P 下面我要再敲一个span 咱们就加一个大云号就可以了 让你回车 就出来了 跟上面是完全一样 其实它有很多这种非常简便的写法 咱们进入课程中 我都会给您讲到 请您期待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初识Amy的 您觉得这个Amy的使用方法 是不是比咱平时开发 要简单一些呢 好 今天的课件 我会放到看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会传到YouTube 还有B站 供您下载参照 好 那这个Amy的第二期的课程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